在世界上既有好的一面,当然也会有不好的一面。 要是没有不好的一面,又怎么可以积得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呢? 作为男人,我们知道男人们讨厌什么样的女人。 虽然说现在这个社会上,人们对感情的观念都比较看得开, 也不再像古代那样对女人有很多的限制。 但是,就算是在这种的情况下,男人依然不会喜欢人类可夫的女人。 如果你要是换个角度看问题的话,那你有没有想过女人不喜欢或瞧不起哪些男人呢? 下面我们总结出了几点,男同胞们可要注意了。 第一,条件不好,而且又不积极上进的男人。 虽然在现代的社会主张的是男女平等, 但是要知道,在生活中,男人依然还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,顶梁柱。 如果作为男人,都不通过不懈努力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, 整天碌碌无为,请问又有哪个女人愿意跟着你? 第二,在麻烦面前胆小懦弱,不敢承担责任的男人。 男子和大丈夫就要顶天立地,就要勇敢坚强。 毕竟每个女人都要找到一个能够守护自己,照顾自己, 能够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的男人。 可是一个男人每遇到事情,就只知道退缩,也不敢承担责任。 那么,哪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他? 第三,只听妈妈话的男人。 有些男人估计这辈子都长不大,无论什么事都要听妈妈的话, 他妈妈让分手就分手,他妈妈说结婚就结婚, 从来都没有自己的想法,又或者有他妈一直替他操心, 为他顾知一切,他什么都不用管,只是照做就好。 其实,这样的男人只会让女人觉得恼火, 任何事情他只听他妈妈的意见,根本不在乎女人怎么想, 也不站在女人这一边,和他妈保持一条战线, 女人则成了外人。 第四,爱着对方却不敢说出口的男人。 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了, 要知道,这个男女比例失腾的年代, 每个女人背后都会有很多的追求者。 如果你连表达自己感情的都不敢说出口, 你拿什么去战胜他的众多追求者。 第五,不孝顺父母的男人。 百善,孝为先,要评判一个人, 人品怎么样,通过他对父母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。 毕竟,连对他有养育之恩的亲人都不尊重, 不关爱,还指望他能拥有一个很好的人品吗? 还能指望他给予女人无私的爱吗? 还能指望他给女人给家庭带来美好的生活吗? 第六,整天只知道打游戏的男人。 现如今,我们处于科技发达的社会, 网络游戏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恋人上瘾。 经常会在新闻上看到很多青年为了游戏而荒废自己美好的青春。 要知道,女人喜欢的永远是能够给他未来的男人。 如果一个男人整天就知道打游戏没有作为, 他拿什么给女人,给家庭一个美好的未来? 很多男人在感情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 就是认为女人是靠追来的。 其实有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, 如果女人不喜欢你这样的, 就算你做得再好, 再这么努力的去追,都是没有用的。 毕竟女人只喜欢能够抓住他新的男人, 所以说,要想摆脱单身, 你首先要成为女人喜欢的男人类型。 只有这样,才能顺利的把握爱情, 得到心中的她。